老闆沈宗贤15岁就踏入业界 过去帮大品牌代工的他 一步一步实现理想 先生拥有自己的烘焙店 更在2017年 结识35年烘焙经验的林庆仪 两个人一拍即合 将日本甜点的造型融入台湾糕饼 花了三个月苦心研究 柚子造型的蛋黄酥 一举获得了新北市蛋黄酥 创意赛的总冠军 更带动业界兴起了 造型点心风潮 品牌持续创作 屡屡获得大赛肯定 和消费者喜爱 产品更外销到香港 新加坡 每年造型糕饼就可卖出6万颗 年营收突破3000万 从柚子火龙果世家 到白萝卜花生 外表小巧精致的农产品 剖开一看是音乐复杂工法 制成的糕饼 成品陆续横扫国内各大奖项 兼顾视觉和味觉想念的背后 来自金石的烘焙团队 中午时段捷运站附近的烘焙坊里 顾客惡意不绝 手里的盘子放满挑选好的战利品 是产品美味的最好证明 用老面把它做成类似葱油饼 它吃起来蛮香的 在香气铺笔的厨房里 忙着将饼铺上后撒上起司粉 它会创意将欧式面包结合不同风味 使老板沈宗贤的拿手绝活 因为它很薄不好拉 需要花一点时间 这是把法国跟那个印度烤饼 这样子把它结合 这边都是做老面跟那个低温 长时间发酵的面包 要比较不容易 就是你做面包 你发酵时间比较长 你就会比较不容易产生味酸了 对面团特性 辽若执掌 他从15岁开始就接触烘焙产业 在面粉的世界里打滚30年 是为台湾最早期 接触欧式面包的师傅之一 跟在30岁左右 和朋友合伙做代工 东西做得还不错啦 就渐渐的在这个产业 我们在那个OEM的产业 其实有做出了一点点名声 那时候各大超市超商素食店 都能看到沈宗贤制作的产品 只是他心中的梦想不止这样 帮人家做总是没办法什么都是自己来嘛 所以后来才出来开了这一家 就是亲友蛮鼓励的说 要不然就自己弄嘛 是 对啊 这么会做 但经验老到不等于赚钱的保证 因为有些消费者不喜欢欧式面包 韧性强的口感 他2014年开了自己的店后 也花了时间改良 在坚持的技术和顾客的口味上做平衡 我们就是在配方结构上跟做法上 就是比较符合日式 很多客人讲说我们家的蜜包 其实吃的不会胃酸 对啊 这个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来 刚出炉的法国 欢迎试吃哦 欢迎试吃哦 谢谢 像我以前去德国 不是欧洲玩的时候 就吃到我很喜欢那种脆脆 然后很扎实的口感 然后在这边 就是台北市 我觉得吃到他们家 我觉得非常道理 他们家的面包 因为就是上面都看得到原料 就是很单纯 我有听说就是他们有很多 好像有很多那种 可爱造型的 台湾的那种农产品的月饼 然后也是想说来买一系列回去 就这次的月饼就试吃看看 这是我们所谓的冬天面粉 网搅拌机里 倒入制作柚子蛋黄酥 外皮的材料 灵气师傅对将农产品 运用食材很有研究 再加上不按牌理出牌的创新思维 和沈老板的经营理念不谋而合 也因此在2017年结试后 成为一拍即合的好伙伴 小的时候 学徒的当学徒的时候 就是用这样做法 没有机器 平手感抓好重量 将混合抹茶粉的油皮 和油酥薄在一起 靠着是烘焙经验 35年的功夫 之后还要将外皮擀平 师傅说擀得越长 层次越多 像这样15公分 能做出84层酥皮 这是我们做的右枕面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把柚子 一颗的柚子剖开 那个柚子里面有那个纸 所以我用松子去替 模拟的感觉 对对对 不添加香料色素 融入柚子皮柚子酱的真彩石料 每一颗都要经过手工 揉捏塑形 包起来之后 你就把它直接就可以做成 稍微再搓一下 捡起来 它这样就一个就是柚子的造型 2017年做出来之后 就2018年就开始就有厂商 专门做线的就有人做柚子 可是它做起来的柚子 就跟我们不一样 这个目前内线有三层工法 所以它吃起来口感 完全就有不同层次的口感 你才会吃出它的特别 将外皮盖在水滴状的内线上 你真的造型 在2017年拿下新被试创意 淡航苏冠军 强调名声来自于 花三个月研发的绞尽脑汁 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很不顺 然后越做越顺 越做越顺 然后因为量越来越多 第一年的中秋节 大概是做了三万五千歌 二十分钟到了 因为这是我们小时候最向往 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红别叶的时候 最向往就是日本 它的工法非常讲究 非常的细致 在尖端涂上食用珠光粉 这是来自沈老板 美术系出身的太太 提出的点字 画龙点睛的一笔 制造出夕阳西夏的柚子样貌 这个是我们在二零一八年 那个蛋黄酥节比赛的那个 火龙果 就是纯火龙果 纯火龙果之下去调的 隔年他们趁胜追击 利用当时制销的农产品 融入蛋黄酥 再次得到竞赛总冠军 其实在做这些水果造型上面 其实就是越做越有兴趣 因为台湾有很多很不错的水果 那我们就是想说 就串联一下那个在地情感 那再加上我们的竹子 那个颠覆传统美味 为了模拟火龙果带刺的外形 得在外皮剪上八九刀 只为品牌最困难的产品之一 制作步骤比普通糕饼复杂 两人的坚持常被外人孝傻 但他们仍然感知如鱼 因为当你做一个饼的时候 能够让消费者 或者让同业的来 来欣赏来接受 在市场能够一样一样一样的 让一直都要来接受 我觉得是一种成就 分析之下周围有压力 因为你要不断地追求创新 追求这个所有的产品 一个工化和好吃 正确是好吃的 收获得不止心灵上的成就感 这些年团队的付出 更划成架上满满的讲座 整年度都在比赛 整年度都在拿奖 对对对 要奖杯多到放不下 有些都还塞在楼上 而一向乐观正面的沈老板 在面对渐渐适为的传统糕饼 更期望他们的努力 能为市场注入活水 在这个创意的方面 我希望它糕饼不只是糕饼 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伴手里 它是一个精致的点心 是一个年初到年尾 或者是你想要送给金鹏好友 都可以带出去的 台湾的农产品很丰富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经过点心化之后 也可以更方便他们推广 品牌陆续外销到香港 新加坡超市 也和国内知名航空公司 饭店合作 更持为不少企业送礼的选择 一整年光造型糕饼 就能卖出五六万颗 年营收突破三千万 拉长它的保存期限 那也是我们一直在 努力的方向 其实我们已经 现在也可以做到大概 平均商品大概在三十天 那也希望 可以把这些东西 再继续退到 其他不同的国家 将在地农产品 结合创新思维 这得充满傻劲的工作伙伴 会将来自台湾的糕点革命 持续拓展到全世界 也 好